我們要用作答的方式 三組取適當距離好不好 一組一組的分開來 適當距離 一組一組的 OK OK 好 題目是 你不可以不知道的 2023年惠民心志 請三組寫出 2023年元旦期 元月期 調高的基本工資月薪是多少 請 作答 真的 現場5秒 好 時間 好 時間 到 好 來 大賀 基本工資是 兩萬四千一百元 這怎麼來的這數 那麼好精準喔 因為我記得去年是二三多 那如果調高個幾%的話 大概是二一開頭 基本工資這麼少啊 對 大家挺難賺 對 我記得是差不多這個數字 第二組 許金豪跟黃俊志 我們有加碼 兩萬六 我覺得大家辛苦 希望大家薪水高一點 我也是希望 你少財是不是 希望大家薪水高一點 財經專家 來 我們的數字是 再加碼一下 兩萬六千兩百四 我是不是貼小氣啊 列數字 列數字怎麼來的 好像二六二四零 還是二六四二零有點旺 一小時現在調高到一百六十 太少了 一百七十八還是 時薪調到一百六 沒有再更高 好像一七六左右 這個答案 兩萬六千四百元 哇 你只差一百六耶 我的天啊 哇 在二十二三年期 基本工資月薪兩萬六千四 時薪一百七十六 完全標準答案 育額津貼 即零到兩歲的托育補助的取消 排富 所以都有 所以人人都有 沒有排富了 對不對 調高每個人基本生活費用 從十九萬兩千元 調到十九萬六千元 惠民政策 自由 你們可以決定答題順序 誰坐第一個位子 先來了 你們坐第一 誰坐第二 我們剛剛說徐均浩 好 徐均浩 徐均浩 好 好 十五年 機會賽 請就位 今天要送給大家禮物 包含了智慧管家族 以及智慧型投影機組 還有家庭電動桌遊 十萬大獎是運動收壓椅 二十萬大獎是家庭劇院族 希望大家能夠把我們的獎品 統統帶回家喔 我準備要出發了 周老師 第一回合三分鐘 新攻略機會賽請注定 金酸美獎 是模仿奧斯卡的負面頒獎典禮 它的英文名當中的 Raspburi 覆盆子 也指什麼意思 A 失敗 B 虛聲 我的答案是 B 虛聲 為什麼 因為就虛嘛 比如說我們看演唱會 看個電影 看就覺得他演出不好 我們就虛啊 就虛他 對啊 就虛啊 我們是演出那些電影不好 我們要虛他 但覆盆子跟他什麼關係 可能是吃得很酸之類的 虛好像太合理了 太合理了 希望是合理的 來 揭曉 恭喜你 好 其實金酸美獎 它是起源於Blow in Raspburi的這個諺語 就是當我們這個寶寶 吃到了覆盆梅的時候 因為它酸酸的 它就會人不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 噓 把它噓出來 那因此的這個動作就像是 我們要給人家 倒讚或虛聲 所以他們通常會在奧斯卡獎 頒獎之前就會先有這個 金酸美獎 然後列舉他們覺得 今年度表演的 讓大家會覺得 最負評的這一些影片跟獎項 就是會先藉此 先頒發這樣的一個獎 好 好了 雪人姐 給你囉 一百到一萬 一萬在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三千元 謝謝 再另外一句 請出下一題 研究發現睡眠充足的人 比較容易會變有錢 請問哪一位世界富豪睡得最久 A 馬斯克 B 巴菲特 B 我的答案是B 巴菲特 他有年紀人 我們都知道上年紀人睡很短的 他是生活作息比較正常的 馬斯克應該是 常常會想東想西吧 因為他創意很多嘛 所以他可能要做這個 要做那個 要上火星 要上月球 巴菲特可能是比較作息 比較正常的人 他就是 可能朝九晚五都在看書 他也不看股票 他就長期投資 所以我猜應該是巴菲特 你 作息比較正常 你對他特別有研究 因為我的筆名就是 因為我崇拜他 所以我的筆名叫華倫 他說華倫巴菲特 你的筆名叫華倫 是 年紀這麼大 你只知道他做的 作息正常 你並不知道他睡很久吧 作息正常 像我自己也作息正常 然後 我也賺 小賺 他也說流轉 對啊 他也說流轉 說出來 我也賺嘛 我差不多九點半就睡了 對 我也算很年紀 我也作息正常 像我也賺 一些些小賺 自己把自己約住了 然後換個說法了 實在太可愛了 這內心戲 全部演得漂亮亮亮的 是不是巴菲特睡最久啊 年齡這麼大睡那麼久幹嘛 起雞腳 真的是 好 要跟大家講 這一次我們 世界上定義的成功人士 我們的睡眠時間 究竟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其實像是全世界這些成功人士 睡得最短的 這個前兩名呢 就是川普 還有地獄除神高登 他們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川普說他大概都是 每天晚上1點的時候睡覺 凌晨4點就會起床了 而且他說他睡前都會玩Twitter 所以可能是玩Twitter 佔據了他的睡眠時間 另外像是巴菲特 倒是因為他的比較長期 投資法嘛 就不需要時時刻刻在盯盤 所以他可以睡滿8個小時 那他就說他每天早上 十點四十五分的時候 晚上這個時間就會去就寢了 而且睡前他會閱讀三個小時 晚餐前他也會閱讀一個小時 接日的時間他修行的時候 還會打打橋牌之類的 一心陽性 那睡得真的真的最長的呢 是Steven Curry 他一天會睡九個小時 運動員嘛 總是需要讓自己保持在 最佳體力跟狀態 有雪人姐準備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為止 請接著 恭喜一萬元 請出席來提 醃漬料理當中 加鹽是重要的步驟 且多數我們會分成兩次來加入 請問第一次加鹽的目的是什麼 A 脫水 B 去除色味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鎖定 你 以前是理化老師 你是理化老師 對 太學能了吧 他是中中大學圖木工程研究所 對 我以前教過理化 教過數學 好棒 應該我是這樣教學生的 我不會以前都教錯 請揭曉 第一次加鹽 第一次 恭喜出席 好 其實在醃漬東西的時候 我們通常醃漬前會先汆燙 那希望把一些比較生硬 然後深色的味道 能夠去除掉 那醃漬會分兩次加鹽 第一次加鹽 主要是希望用它的滲透作用 讓這個裡頭的水分能夠先排出來 這樣子待會在第二次醃的時候 在加鹽的時候比較容易入味 那接下來我們才會進行 第二次的加鹽動作 這當中第一次要先洗淨掉 那第二次加鹽主要就是要去除色味了 那也要告訴大家 除了這個醃菜之外 醃肉也會加鹽巴 米酒之類的調料 太白粉一定要最後再加 這個步驟才會正確 也會讓它最後更均勻地巴覆在上面 好 又答對了 雪人不好意思 麻煩你們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三千元 請出下一題 想要去除枕頭的黃斑柱 可以用含氧的漂白粉來清洗 並搭配哪一種溫度的水 有萬元往內倒 A 冷水 B 熱水 我的答案應該是B吧 數量 含氧的漂白粉 要用什麼溫度的水 我們做化學實驗要加熱 因為我們做 我們實驗課只有四十五分鐘 如果你用冷水反應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要加熱讓它變快 所以一般的化學反應應該都是 要加熱吧 像我們家如果說馬桶 如果說堵塞 我們加那個什麼 那個通熱 也是要加熱水 對... 那個下水道什麼你堵住 它用滾湯熱水下去 它就會往下沖 對 這樣反應比較快 我猜的 請接受 好緊張喔 好 我們常常可能會洗床單啊 被套啊 但是枕頭心真的比較少洗喔 可是要告訴你喔 大概平均每兩三個 又要洗一次喔 否則裡頭會积很多的 髒污跟塵蠻的 那多半來講呢 會有幾種方式來洗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消除洗潔精 或者是洗碗精 然後用這個在污漬處 把它塗在上面 然後呢 你可以用插的方式喔 去搓洗它 那它這樣子就可以 讓它更滲透進去 能夠瓦解裡面的污垢 或者是有一些蛋白質的髒污 都可能去把它瓦解掉 那如果呢 是有黃斑的話呢 你可以用含氧的漂白粉 也是塗在那附近 那在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用熱水喔 由外圓往內倒 可以讓那個漂白粉啊 它是能夠大量釋氧的 那它這樣的效果呢 會是更好的耶 可是要提醒大家 並不是所有的枕頭都能夠洗 如果你家裡頭用的是乳膠枕 它就是不能洗也不能曬 因為呢 它會脆化掉 所以呢 你真的在用這樣的一個枕頭的時候 你只能墊一塊厚一點的布 然後洗那塊布而已 好的 雪倫準備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一百元 直接插兩個零 有點可惜 選錯邊 周老師準備 慢慢來比較快 請出下一題 台灣人平均每天會花兩個小時使用社群 網路調查令人討厭的社群PO文 第一名是什麼 A 新家的開箱文 B 討拍的取暖文 獲得答案是B 所以 討拍文 新家開箱文為什麼不是 開箱文有些 新的東西我們看就是還不錯啊 看來不錯 但是討拍文 尤其是 一直發這種討拍文 我們會覺得 就是覺得不太好吧 是不是這樣 你們覺得 對 討拍文 討拍覺得它無聊 像我自己喔 我自己都不會發這個討拍文 偶爾會有開箱文這樣 你看起來就比較 沒有什麼人情味 老師剛剛說 他偶爾開箱新家 對 有誰可以偶爾就 說開就開呢 還是個 的確 這不好這麼說 又抓到了 又抓到了 我有一些朋友 的確他們買房子 跟買橘子一樣 哇 很羨慕吧 很羨慕耶 貧窮會限制我們的想像 哇 請記住 你今天題目都這麼簡單嗎 不會吧 好 大家現在 不管大小事都會發在社群上面 但是要告訴你喔 有幾種貼文非常的惹人嫌 第一名呢就是新家的開箱文了 倒也不必真的是豪宅啦 因為基本上現在呢 也有很多人呢 也不是有房一族 看到你有房又有車 在開箱你的新家 當然容易會產生一種 相對的比較型 或者是相對剝奪感 所以會比較不舒服 第二名就是曬包文 買了名牌包發上去 也會讓它覺得在炫富 而第三呢 則是廣告業配文 抽獎文 看了以後就覺得呢 好像真的太多了 或覺得太商業感 而第四呢 則是不管在限動 或是在動態 發一些討拍文 而且很多人呢 很喜歡限動喔 然後用一片黑喔 然後呢一片黑再用寫幾個 那種很小很負面的文字 把它弄超小的 就是想要讓人家來關心你說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到底怎麼了之類的 那接下來呢 還有那種正向勵志滿滿文 其實也有一些人是不太喜歡的 好 時間走了一半 讓年輕人參與一下 對 雖然他們很快就回來了 很快 很快 待會見 給點年輕人機會啦 對 你們要留得住機會啊 好 許敬歐準備 請助理 發明公司指出 請問廚房常見的 海綿菜瓜布設計海綿 那一面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A 幫助起泡 B 清洗不沾鍋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我的想法是覺得 海綿的發明可能比不沾鍋 早很多 所以它發明的時候 不是為了不沾鍋的 對 多好的一個孩子 而且 一邊急粗糙對吧 對 它是用來清洗鍋子的 另外一邊海綿 當然是來清洗不沾鍋的嘛 天啊 這個說法 讓人 但是 他就想到了這一塊布 早在不沾鍋之前 對 你這如果答對的話 我覺得要大家要鼓掌 請揭曉 掌聲鼓勵 好 很多人會以為說 不沾鍋啊 要避免的用一些 比較粗糙的東西去刮它 否則會傷害到鍋具喔 所以就會拿那個 海綿的那一面去洗 可是事實上 它清潔力真的很弱啦 所以上面的東西 污汁很常都會洗不掉 那到底為什麼 要有黃色海綿的面呢 事實上它的用途 是要讓你先把洗碗精 擠在那面 然後按壓幾下 它的海綿可以幫助它起泡 這個時候你再把泡 輕輕地擦在那個鍋子上面 再用有刷子的那邊 去做刷洗的動作 這樣子會去污效果最好喔 黃俊志 該你 加油 一萬 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一萬元 YES 繼續加油 許君浩 請準備出下一題 日本淺草寺裡頭有一個大香爐 人們會把香爐的煙 往身上山 是因為相信這個煙有什麼作用 A 可以治癒百病 B 可以幫助升官發財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好像淺草的主神是觀音嗎 我剛剛就想像 觀音菩薩的那個 灑蓮花雪的感覺 會覺得好像最被治百病了 感覺喔 猜的 滿好喔 請以揭曉 恭喜你 好 其實有宗教信仰呢 當然也會讓人家心靈 有一個依靠喔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日本淺草寺啊 會有很多的香客呢 在這個巨大的長香爐前面呢 很努力地把這個香菸 往自己的身上刷 那其實據說呢 這樣可以有治百病的功效 那其實香爐啊 是在戰國時代末期的時候 傳到日本去的 那它也是一個中華文化 拓展的一個過程跟傳統 黃君子 一萬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你們真的有做功課 一萬人 不單純喔 這兩個年輕人 李外 李應外合得滿好 我以為你要說 我們李外不是人 李應外合 請出下一題 根據2022年台灣退休調查 投資股票型ETF的比例 大幅成長 又以哪一個年齡層的比例 是最高的 A 25至34歲 比45歲到54歲 這個 這老師的本命題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妳看他看了個半天 老師 老師沒有給我任何的提示 我跟妳講過 他沒有人情味的 你怎麼猜的 40左右 但我覺得 老師絕對不是那時候 才關注股票 加上ETF這個新型的東西 我覺得 年輕人比較 比較會有興趣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身邊 開始投資 但我的朋友 是這個年紀 年輕人應該是比較會買 楊明 長榮 萬海 聽得懂嗎 大力光 聯發科 這些海 對 像年紀比較稍微 比較像我這樣 稍微年長一點 完了 真聽不懂 應該是這樣 真聽不懂 應該是 可能25到35歲在賠錢 賠光之後到40幾歲 就開始玩ETF 就是投資ETF 剛剛上華講的 就追蹤大凡指數這樣 就不要選股了 台灣五個 相當於基金 就是基金的意思 完了 支數型股票 我想起來 我年輕朋友比較傾向 承擔高風險 還是高貨利的東西 對 應該是這樣 完了 謝影揭曉 不過專家那邊真的有詞 我怎麼答對都不知道 有本事你出火機給我看啊 感應一下 一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檢選者 恭喜出火機了 一萬元 哇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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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火機了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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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這樣會不會有點少年得志的感覺 手氣真好 手氣真好 太厲害 手氣 靈感真好 靈感真好 氣之靈 唐禄黏完之後 會上右拿去收 請問你若想要有鮮豔的優色 要以哪一種溫度燒呢 低溫比高溫 我的答案誰 說定 真的偷到下一題了 你幹嘛 要反邏輯呢 我是覺得平常曬衣服都是太陽烈的時候會褪色 你是這樣猜喔 我是這個邏輯 請介紹 好 這是這些幼材喔 他們在搖燒的時候呢 如果是在八百度到一千一百度之間 稱之為低溫幼 那如果在一千兩百度以上 就是高溫幼了 那如果你想要保留 它是非常鮮豔的這個樣子 像是廟宇上面的這一些 會用一些幼材的話呢 它其實就要用低溫去燒紙 因為畢竟在這個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才能夠保留出它的原色 一旦它變成高溫去燒紙的時候 它的顏色就會釋出 這時候顏色就會變得比較暗淡 但同時它也有好處喔 像是我們在用的這些 鍋碗瓢盆的器皿呢 就要用高溫幼 因為它在燒過之後呢 裡頭的一些化學物質啊 金屬物質啊 都會揮發掉 同時它的釉脂會變得比較細膩 所以就比較適合拿來作為容器使用 王俊志 好 一萬在 不能提示為止 請選擇 這出老箭 看見奇蹟了 一萬元 我真的 這個情況又爆了 這個情況又爆了 我位置對 好看 十一秒秒答 再搞一題 好 好不好 最後一題請出題 精神病研究期刊指出 有哪一種生活習慣的女性 比較可能會提早結婚 A 早睡早起 B 熬夜晚起 5秒 我的答案 現場3秒 10秒 出題 出題 哪種生活習慣的女性 可能會提早結婚 熬夜又睡 晚睡晚起的人 等於是 我剛剛的想法是 我身邊早結婚的女性 我都說她們想不開 我覺得熬夜會想不開 我覺得合理 理智不清 就突然結婚了 因為晚上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是被迫提早結婚 早睡就沒有那個 對啊 早睡就沒事幹 被迫的因 當有旁人專家 陣陣有詞的補充說明的時候 我覺得這不太妙 多半個框子 多半重 不太妙 你講的就是因為太合理 請你介紹 妙不妙 很奇怪 跟她屢一屢這個裸景 你就會覺得超合理的 因為這個早睡早起的人 通常身體好 而且她得到憂鬱症的比例 也會比較低 因為她早起 她要接受到日照的時間 會比較長 所以當你接受到日照的時候 你的心情就會變得 比較愉悅 同時早睡早起的人 她的生活是規律的 因此她也比較容易 進入一個家庭生活 或團體的生活 你想想 我們為什麼會晚睡晚起的 我們越熬夜就是 我們想要有自己 個人的時間 當你很在乎個人多久 這樣的女性 她就比較不會容易 這麼輕易的 進入婚姻啦 回號量說得好 對 很合理的 熬夜因為享受個人時光 對 我就喜歡一個人 我怎麼找一個人來束縛呢 有道理 對 第一回合結束 三組的獎金報告下 曾偉跟雪倫 一萬六千一百元 許君浩和黃俊志 四萬元 第三組 大賀目前 但博名利 還是零 待會兒我們重新開始 重新開始 達立拳轉移 第二回合 從大賀開始 是 為什麼 我想看到的 我想看到的 我想要看到的 要哭啦 看到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拖拖就站在這裡 一副勾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力 趕快來訂閱喔